中央宣布7月27号将降为二级警戒 已经封闭两个多月的市区各个亲子公园设施也即将开放 为了让民众有优质的活动空间 华联市公所最近也针对了公园设施进行改善及消毒 头水提醒民众到社区公园玩耍 一样要戴口罩请洗手 大家还是必须要遵守防疫规定 封闭了两个多月的社区亲子公园游乐设施还有篮球场 终于在7月27号要重新开放 华联市公所也趁着封闭期间针对部分设施完成了改善作业 并且在最近进行了环境清洁和消毒 期望让民众有优质安全的活动场所可以使用 在华联市有几个公园 那大概也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 那我们过去在长颈鹿公园有设置长颈鹿造型的一个邮具的部分 那在疫情这段期间其实有增加一些新的设施 跟一些改善它的一个氛围 那我们也把过去家长所反映的希望沙子能够把它做一个围起来 让孩子能够单纯的在沙子里面去做玩洒的部分 那还有洗脚池的部分 洗脚池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比较活泼的 一个胖脯式的 让每一个孩子体验过去我们长辈小时候的生活 怎么样去取水 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地垫的部分 我们这次也谢谢空军还有我们谢谢洋花美议员给我们蛮多的一个经费的挹注 让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设施能够做大幅度的改善 那当然不只是只有长颈鹿公园 我们几个公园也陆续来做相关的一个改善设施 其中国字局旁边的长颈鹿公园新装设的造型洗手洗脚台 有传统的手压脊水棒部相当的复古可爱 各项游戏设施底下也加装了人工草皮减压地点 增加儿童的安全性 其他还包括许多社区公园和运动场在7月27号也要恢复开放 市长表示除了每天都会派员清洁消毒 也提醒民众到社区公园运动场游玩 除了要戴上口罩也要落实分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还是要提醒家长给孩子来玩的时候一定还是口罩要戴上 也是要注意孩子们如果说爬完邮聚之后 一定要定期的赶快来做相关的消毒跟清洁的部分 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闷在家里面已经闷很久了 出来玩的时候肯定是一味封的出来 我们希望说家长都可以分流 尽量人多的时候就尽量不要聚集在一起 毕竟很多的孩子们都还没有疫苗可以打 那家长也有很多的还没有打到疫苗 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防疫的原则 这里会幻视报道